我們現在用手機控制機器手臂 現在可以看到後面上有手臂現在Io狀態 接著我們讓BIOS ON BIOS ON之後 它就變綠燈 然後現在接著就是 手臂等待我們要執行某個程式 我現在先執行3號程式 然後開始執行 我們也可以選擇執行別的 譬如說1號程式 確認然後開始執行